DNA的研究例子知道吧 DNA是有去氧核糖核酸的構成 所以我們來看看 所謂的核酸這群分子 它的基本結果是什麼 核酸是由核甘酸組成 核甘酸依據其二號碳的氧是否是去氧 分為去氧核甘酸 跟核甘酸有這兩大類 其中去氧核甘酸 我們高中課能介紹四種 就是APCG 好,這是它的含氮碱基的縮寫 全名要叫做 腺飄零去氧核糖核甘酸 胸腺密定去氧核甘核甘酸 胞密定去氧核甘核甘酸 跟尿密定去氧核甘核甘酸 那一般的核甘酸有AUCG這四種 這個叫做腺飄零核糖核甘酸不去氧 這叫做尿密定核甘核甘酸 這叫胞密定核甘核甘核甘酸 這叫鳥分飄零核糖核甘酸 有的時候你這個核甘核甘酸 或是去氧核甘核甘核甘酸 是可以的 但是就沒有區分你是去氧不去氧 所以當你只講腺飄零核甘酸 它包含兩種 腺飄零核甘核甘酸 跟腺飄零去氧核甘核甘核甘酸 會有兩種 所以你的中文要寫清楚 你今天只講腺飄零核甘酸 還是要區分有沒有去氧 其中這個核甘酸會形成配對 A跟T會配對 它中間有兩個傾鑑 C跟G之間配對三個傾鑑 所以我們在高益之後會教 如果你看到一個核甘酸序列 它是A T T A T T A A T 好 講到這邊 它的第一股也是跟它互補 T配A A 配A T 如果你看到一個序列是長這樣子 很多A或T 代表這個序列都是雙氫腱 它的氫腱數量會比較少 幹嘛這麼做 這邊容易打開 氫腱少代表兩股直徑的作物力比較小 容易被拆開 所以你看到這一段 這一段DNA片 怎麼都是ATAT或TAT 你這邊天生要被打開來 好 但如果看到某一段 它的核酸核甘酸序列是 C G G C 不是C就是G 我們就是跟它互 好 這一段呢 都是三個傾鑑的 1 2 3 1 2 3 所以這邊呢 在單位長度中 它的傾鑑數會比較多 傾鑑就是個作用力 所以當你是C或G 序列比較多的 代表這一邊 不容易被拆開來 代表這一段比較穩定 不容易拆成雙骨 好 要了解情線的意思 好 其中DNA雙骨是具有方向性的 而且兩骨方向要相反 而DNA的方向性 是用五胖端跟三胖端 來做說明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核酸的基本構造 核酸的基本構造是核甘酸 包含兩種嘛 剛剛講的去氧核糖核甘酸 核甘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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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五胖再黏了 那個觀能機分子量比較小 所以如果有碳鏈 編號12345 總共決定頭跟尾 這是頭 Head 這是尾 這是tail 頭部跟尾部 看你接著觀能機 誰的分子量最大 它就是頭 但是有些分子很特殊 它兩邊是對稱的 所以哪邊當一號 哪邊當最後一號 沒差 因為它是對稱的 那如果一號接著觀能機一樣多呢 就看第二個碳 那第二個碳 誰的分子量比較大 就以那一端能夠同 從一號碳這邊 好 那我發現 含氮減機的分子量是代理零酸根 所以這個碳是一號 就依序 1、2、3、4、5個碳 好 其中一號碳連接含氮減機 二號碳連接H或OH 所以二號碳是去氧與否 決定了這個糖是去氧核糖還是核糖 三號碳連OH 四號碳連五號碳 五號碳連零酸根 這是我們五個碳的位置 那我們常說你要區分DMA、RNA 就看一號碳和二號碳可以判斷 一號碳連ATCG你就是DMA 一號碳連是AUCG你就是RNA 二號碳如果是OH 那你就是RNA 如果二號碳是H 去氧就是DMA 一號碳二號碳 判斷你是去氧核糖核甘酸還是核糖核甘酸 好 那這些核甘酸在組裝成更大的分子 叫做聚核甘酸鏈 這是一個核甘酸 這邊是O 這邊是O 這個核甘酸它就有這個磷酸 跟三號碳的OH形成間接 這個氧酸跟三號碳的OH形成間接 就把它連在一起的 好 這個分子叫做聚核甘酸鏈 核甘酸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場面 叫聚核甘酸鏈 核甘酸鏈 好 那兩個聚核甘酸鏈 一個方向降 另外一個方向向下 兩個核在一起 中間形成境界 就是兩股聚核甘酸鏈 就是DMA 最常說DMA有雙股 每一股都是聚核甘酸鏈 其實的大分子 好 那我們以前學說 這一股炭這二股炭 二股炭如果是H 你就是DMA 如果二股炭是OH 你就是RMA 好 一股炭如果連是A 那就是 AA或T或COG 你就是DMA 如果連是有U的 你就是RMA 好 如果你是雙股螺旋 雙股結構你是DMA 如果只有單股 那你就是RMA 所以這個圖是單股的RMA 好啦 所以DMA和RMA的比較 我們在高一的生物拳都講過了 那其中這個氧朝上 這個氧朝下 方向相反 那第二的方向性呢 我們也學過了 但是我們還是複習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說 這1號炭 這2號炭 這3號炭 這4號炭 這5號炭在外面 我們就以這一股 好 因為這個炭一路連下來 然後連鈴連過來 連鈴連過來 連鈴連過來 所以這個骨架就是糖 磷酸骨架 五角形的是五碳糖 現在連磷酸 再五碳糖 再磷酸 所以它是糖 磷酸 行成的糖磷酸骨架 中間的橫梯 就是像樓梯的橫梯 是碱基隊 是氾氮碱基 形成配對 所以DNA的螺旋結構 就好像是雙骨螺旋 好像是螺旋的樓梯 兩邊的骨架是糖 磷酸骨架 中間的踏板 是氾氮碱基隊 叫做碱基隊 Best pair 那方向是相反的 好 那我們就這樣一路看下來 這邊寫的S 就是Sugar 就是五碳糖的糖 好啦 那這樣一路看下來 這邊就是五 這是五 這是四 下面是三 所以我們就說 這一端叫五碳酸 下面叫三碳酸 對面呢 剛好反過來 這是一 這是二 這是三 這是四 五號也在這裡 五號看零酸酸 所以這邊是三碳酸 下面就是五碳酸 如果今天是五碳酸 三碳酸 五碳酸 往三碳酸 你會發現這兩個雙骨螺旋 方向相大 互相平行 好 DNA 或RMA 它的分子的方向 是用五碳 跟三碳作為方向 五碳是指 五號碳 潮的方向 三碳是指 三號碳潮的方向 這是核乾酸 列的分子方向 判斷的依據 或描述方法 DNA RMA是用五碳的三碳 尾管 是用正端跟副端 多泰列 我不確定講了沒有 是用C端跟N端 是縮基那一端 還是胺基那一端 所以所有具有方向性的分子 我們都可以用某些方法 描述出你這一端是頭端 還是尾 有一些方式來判 有一些方法來判它的方向性 好 DNA RMA是用五碳 跟三碳 來做 定義的 來做區分的 好 以上我們就把DNA 分子結構就刷這一個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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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